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大早冒这个王八蛋 他是王八蛋 我背着啊 汉奸的骂你 给他做牛做马 可谈 非打鸡骂 我在他面前连头狗都不如 打了败仗怨我呀 他们没有打 打过败仗了 再这样下去了 我还不伺候了你 是啊 司令 司令 要不咱们就拉着队伍走吧 不是就把窝囊气了 去哪儿 去哪儿 拉着队伍去哪儿 遍地现在都是日本人 你说拉着队伍去哪儿 再说了 萨儿 汉奸这帽子 一旦戴上 就拿不掉了 这 不是您刚才说不伺候他们吗 你就是笨 听不出来啊 我刚才说的那是气话 你听不出来啊 司令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该怎么办 打龙家机 我看这武藤大佐 是知道您的底线 就赖上您了 您到了龙家机 您还真准备 对龙三爷 和龙家的自卫军下手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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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啊 这我不知道啊 所以我跟他说 龙家机不能打 我要去劝降 那万一龙三爷 不接受劝降呢 不接受 不接受来应的 绑了 司令 那您还真能下得了手啊 这有什么下不了手的 你知不知道 龙家机拿不下 武藤就要要我脑袋 那也是啊 那万一龙三爷 他死都不答应呢 三儿 当年 他把我赶出龙家 多残忍 我跟你说 量小非君子 你 你一边去 佩服什么呀 你怎么不弄你亲爹去 谁心里不难受 不过三儿 我呢 一直把你当亲兄弟看 我是最信任你了 来 把这油喝了 喝了喝了 谢谢哥 记住 哥 有我在 我吃肉 你就能喝上汤 司令 哥 你就是我亲哥 交三儿 以后 院乡全马之劳 这样 明天咱们就去 龙家集劝祥去 千万记住 去龙家集 一定要保护好身份 告诉你 咱们就是为政府办事 军统呢 身份要保密 首先呢 先劝降龙西城 如果成了 皆大欢喜 如果成不了的话 咱们就把龙家集的 把他那个军事部署啊 给他摸到一圈而出 然后把自卫军的军权拿了 有了军权 谁还怕谁呀 是啊 明天就去啊 当然明天去了 那哪天去啊 来 三儿 这样啊 明天咱们就好好唱一出双簧 你呢 带上几个可靠的兄弟 千万记住了啊 告诉他们 没行动之前 不许泄露我们的身份 谁要泄露的 我弄死他 好的司令 我记住了 这样吧 让他们装哑吧 言多必失 好的司令 我还有一件事 是要提醒您 说 您说 您都十几年没回龙家集了 您觉得龙三爷会认识您吗 三儿 我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我去送死去往 所以说 你就是笨 行 倒上 那就好 蒋子量 你们穿成这样 这是要去哪儿啊 兄弟我跟你说的 借兵报仇的事 这 咋 咋样了 沃尔 实话告诉你吧 你现在这条命留着 已经就够不错了 你还能跟我吃香的喝辣的 烧高香吧你 我还想找盛中豪报仇 听着 沃尔 现在最要紧的事 是龙家级的事 这件事如果办不成的话 咱俩谁都别我了 明白了吗 不是 这武藤也太狠了吧 不分青红皂白就把武藏给崩了 这样可好了 武藏没了 我阎山的几百号地位都没了 好 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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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武藤大佐已经让大岛去虎孝山 去搅他们家 一个大队的兵力 这盛中豪他必死无疑明白吗 老子恨不得活剐了 盛中豪 你不是老子恨不得活剐了盛中豪 好好好 来来来 你好 进去好 哭哭哭哭你哭 瞧你的娘们鸡鸡鸡鸡鸡鸡鸽鸽鸽鸽 我告诉你 你刮他 大岛刮他 谁刮不是刮呀 你给我留在这儿 好好盯住了 我还得赶路呢 别哭了 别哭了 这段日子 咱们做了不少的买卖 也让鬼子折了不少老板 他们心里肯定不痛快 所以他们一定会做好准备 随时过来报仇 大郎家的 按照你的吩咐 二号营地已经建好了 虎啸山山高临命 我们呢熟悉地形 鬼子来了 咱们就跟他们玩捉迷藏 打游击战 累死他们 说得没错 鬼子火力强大 我们不能引来 我很认同 杨队长说的游击战 正合我意 报 队长 鬼子一个大队 正向虎啸山开过来 我们说曹操 曹操就到了 他们到什么位置了 刚故已现天 还有不到三十里 命令兄弟们 收拾粮食还有武器 赶紧撤离 是 是 走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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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便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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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稍作 整个山寨都搜变了 一个人也没有发现 就连一粒粮食都没有 圣中豪 你这缩头乌龟 出来 看我知道 把这座山寨收掉 是 探子来报 这小鬼子没找到咱们 一把火把山寨给烧了 烧了就烧了 大不了我们到他们那里 去弄点材料 重新盖一个 奶奶的 咱们也盖个司令部 比他娘的日本人更气派 建成之后 就要大倒帽这个孙子来捡彩 探子还报 鬼子在那临时扎了营地 还源源不断地送军须 看来鬼子要跟我们死客 如果像这样 再耗上几天的话 我们吃饭都成了问题 咱们要么放弃 咱们要么放弃胡销山 要么找外援 干点大刀帽 胡销山 是咱们的根 不到万不得已 千万不能放弃 我看 还是先找外援吧 好 你一定要干掉他们 否则的话 我们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先找外援 也得出去 那个鬼子把这儿围得跟铁桶似的 咱们去哪儿找啊 这也没事 有脚脚道 可以绕过去 但是人多了不行 行 那天黑之后 你就带我出去找外援 好 那你准备和谁联络 找龙三爷 找龙家级民众 抗日自卫军 要说起打日本鬼子 他们可是全力以赴的 不要紧张 龙三爷 他可是出了名的 抗日英雄 曹河一战 龙三爷也带兵参加了 龙眉曾经说过 只要是我们虎啸山有事的话 他一定会鼎力相助的 龙眉虽然这么说 可龙家级 毕竟是龙三爷说了法案 当年 咱们就跟龙三爷结了梁子 这一次 真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出手 是啊 咱们跟着蒋有才的时候 没少对龙家级下手 那龙西城 肯定恨咱们呀 此一时彼一时嘛 现在我们也是抗日游击队啊 我觉得我们的虎啸山 跟他们龙家级 现在是坐在一条船上 所谓淳王齿寒 为了老百姓 我相信龙三爷 他肯定会愿意的 好 只要龙三爷愿意 我杨大麻子 就算是拿我的命去赎罪 也心甘情愿 好 大哥 我相信龙三爷 他也是个明白人 只要把话摊开了 他是不会计较的 好 这个合适了 我来做 如果能够和好 那就太好了 冯顺 等天黑的时候 我就带着小婷下山 你来引路啊 好 没问题 好 大家先休息一下 天黑之后我们行动 好 去那边啊 现在只能麻烦大哥 带着兄弟们 再坚持几天 等我们消息 你放进去吧 四令 您找我 坐 三儿 现在我们的位置 在祠堂镇 离龙家集 还有十里地 记住 到了龙家集之后 告诉兄弟们 尽量啊 少说话 甚至于不说话 言多必失 还有 从现在开始 你们都要叫我大少爷 不要叫我私恋 是 私恋 不 不 不 大少爷 那我们 总是不说话 会不会引起别人怀疑啊 我会跟他们说 咱们的身份特殊 只搞秘密工作 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 是 大少爷 都听您的 还有 到了龙家集之后 我们首先就要拿下龙家集自卫军的军权 如果拿不下军权的话 咱们得摸清楚龙家集 他们的军事布防 还有 他们到底有多少兵力 刹尔 如果出现了什么特殊情况 咱们走散了 就在这个客栈碰头 明白吗 是 大少爷 没问题 这次我们选的人 都是非常可靠的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记住 出了什么纰漏 我弄死你 是 吊少爷明白 去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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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臀田养兵 我现在终于明白 什么叫花钱如流水了 是啊 融资又见底了 真在精大细算呢 爹爹啊 准备再筹集一笔资金 不管怎么说 也得把兵炼好 要不然咱们这些钱 不等于给日本人背着的 没错 爹 关于精打细算这个事 我觉得您也得夸夸我 我以前大手大脚的毛病 现在已经不治而遇了 我这败家丫头 忽然懂得柴米油盐的金贵了 这让爹爹可有点意外啊 老爷 给你熬了碗生汤 来 以后别做这些东西了 把钱省一省多买两支枪 比什么都强 你可是我们家的顶梁柱 你的身体好啊 就是我们大家的福分 你的身子 可比那几支枪重要 喝了吧 喝了吧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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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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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啊 慌慌张张的 老爷 来人了 来人了 捐款的 不是 来的人好像是大少爷 我也不敢确定啊 你是说 龙飞 是 应该就是他 老爷 老爷 看 就是他 爹 娘 不孝二龙飞 给二老 请罪了 娘 你看 他 他真的是 被我爹赶走的 我龙飞哥哥 你真的是飞儿 爹 我真的是飞儿 你还记不记得 十八年前 您把我赶出家门的时候 给我胳膊上 赐了忠义两个字 你看 爹 这忠义两个字 赔了我十八年 一直在我心里 我谨记您的尊尊教导 爹 娘 飞儿 爹 这么多年你去哪儿了呀 飞儿 你怎么不回来了呀 要找了你十几年 爹 是爹爹对不起 爹 您千万别这么说 其实在我心里面 我应该谢谢您 谢谢您在十八年前 把我赶出去 我知道 您那么做是为了我好 您心里面千万别有内疚 孩子 你还记恨爹爹 不记恨 不记恨 好孩子 起来 起来 让爹看看 别哭了 梅儿 来来来 来 来来来 梅儿 梅儿 这是你哥哥 龙飞 这是你妹妹 梅儿 你走的时候啊 她才两岁 梅儿 叫哥哥 叫哥哥 妹妹 叫我 哥 太好了 老爷 少爷回来了 我去准备韭菜 给少爷接风 快快快 好好好 快快坐 爹 快坐 爹 让我来 让我来 娘 快坐 快坐吧 飞儿 来来来 agent 青 WS 帅 Wood 我 没 走吧 走 来 飞儿 这个是你小时候最爱吃的野鸡 你妹妹啊 专门为你打回来的 谢谢你啊 尝尝 好 行 爹 我听他们说 你现在过得特别辛苦 你爹啊 他就是为了打鬼子 平时啊 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 卖田卖地 把那些钱呢 都拿去买武器 发君想了 爹 我就想问 您招兵抗日 图什么呀 图啥 爹啥都不图 爹这辈子啊 没干过什么大事 爹呢 就想 守着祖宗留下的产业 过个安稳的日子 可是现在不行了 日本人打来了 天上翁的日子 过不了了 怎么办呢 打他娘的吧 爹这么干 往小了说 但这是保卫自己的家乡 往大了说 爹这也是为了国家呀 爹 您还是那么豪气 爹 您还是那么 视金钱如粪土 是 爹爹 就是视金钱如粪土 可是这样呢 就苦了自己家里的人呢 来人 爹 这是纯金打造的手枪 俗话说的 宝剑赠英雄 我觉得 这把手枪 特别配您这个 大英雄 这这这 瞧瞧 怎么样 菲儿 这样是把他画了 能换不少大羊吧 爹 娘 好好 这是送给您的 这 你看看 这多好啊 菲儿 你怎么有这么多好东西啊 妹妹 这个礼物呢 虽然有点小 但是是哥哥送给你的情谊 你肯定会喜欢的 来 看看 谢谢哥哥 好看 娘娘 你看 是不是很好看 好看 对啊 你在外面做什么的 怎么会有这么多 值钱的东西啊 爹 我离开龙家级之后呢 我干过很多营生 我要过饭 饭过马 当时啊 还差点死了 后来我去当兵了 这些啊 都是战争人缴获的 菲儿 这些年 你吃了不少苦吧 菲儿 爹爹不好 爹爹如果当年 不把你赶出去 你哪能吃这么多苦啊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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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没能做到 做父亲的责任 行了 爹爹在这 给你赔个不是 爹 别这么说 您先放下 爹 这杯酒啊 我不能跟您干 十八年前 您把我赶出去 您那是为了我好 我离开龙家级之后 吃了很多苦 经历了很多磨练 我才知道 爹爹当初 是为什么要把我赶出去 俗话说得好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您要是当年 不把我赶出去啊 说实话 我现在啊 肯定是一个大败家子 那可坏了 你要是大的败家子 再加上你妹妹 这个败家丫头 那咱们这个家 可就彻底毁了 爹 对了 哥 你刚刚说 你当了兵了 那你在哪个部队啊 你先下去吧 是 大少爷 爹 娘 妹妹 其实我的身份很特殊 我以前呢 是在二十九军三十七师 当了个营长 七七事变之后 部队被打散了 我们就打游击 后来 我就进入了汪伟政府 爹 妹妹 你们千万别急 其实啊 我是在汪伟政府里面卧底 卧底 什么叫卧底啊 你就别问了 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爹 娘 这件事 千万不能泄露出去 如果我的身份泄露了 首先会连累到咱们家 再其次 整个华北情报系统 都会遭到很大的破坏 飞儿 这个工作可不容易啊 不但不能叫别人理解 弄不好呢 还要背着个千古骂名啊 爹 只要能抗日 我连死都不怕 什么千古骂名 我不在乎 飞儿 行 爹 这如果 日本人真的要攻打龙家级 您会怎么应对啊 怎么应对 我知道 咱们就凭咱们现在这个样子 打不过日本人 但是 打不过 也得打 小日本 想进龙家级 行啊 踩着自己人的尸体 来啊 你们呀 一说话 就说打仗的事 飞儿今天刚回来 就不能说点别的呀 对对对 你娘说得对 你娘说得对 咱们呢 不说别的了 好好吃饭 好好吃饭 来来 来来来 列祖列宗在上 当年西城驻下大错 将长子龙飞逐出家门 十八年来 西城垂心气血 夙夜痛悔 只盼我儿龙飞 能早日回家 多亏列祖列宗保佑 今日 龙飞 终于回来了 我们龙家 后继有人了 后继有人了 妹妹 哥 准备干吗去 回屋睡觉啊 你怎么还不睡啊 我呀 睡不着 能不能陪我聊聊天 行啊 来来来 坐下聊 回来是真好 心里边觉得特别踏实 来 妹妹 我还记得 我走的时候 你也就这么丁点 一个小猫丫头 你瞧现在 长成一个 停停雨滴的大姑娘了 哥 人家不长成大姑娘 还真长成大小伙子 是啊 如果长成大小伙子 那不得吓死人了 讨厌 妹妹 其实我这次回来呢 还想训练一下 咱们龙家级的自卫军 训练龙家级自卫军 你想怎么训练 说说说说 我首先想提高 咱们自卫军的战斗能力 还有 想替咱们自卫军 换一下装备 咱们自卫军的那些装备 实在太差了 哥哥哥 我没听错吧 你 你能弄到武器 是啊 你也知道 哥现在是什么身份 那太好了 我跟你说哥 我们龙家级 现在最缺的就是装备 不过 这个我觉得呀 现在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 我得先了解 这龙家级 咱们自卫军 到底是一个什么家底 首先啊 龙家级自卫军有多少人 这个战斗力怎么样 武器装备怎么样 你看 如果我了解了这些呢 我就可以对症下药 哪儿缺 我可以补哪儿 这太简单了哥 我带你去 龙家级自卫军的军营 转一圈 你不全都知道了吗 但是 缺枪支弹药这个事 爹最伤心了 你可不能吹牛啊 你觉得你哥 是个吹牛的人吗 我告诉你啊 妹妹 我虽然在上海南京 不是个呼风唤雨的人 但是 也是在各个渠道 能说得上话的人 不管不管 这事有待考证 明天一早 我就带你去 龙家级自卫军的军营 我告诉你啊 龙家级 不单单靠的是武器 还有布防 是吗 那行 明天我倒要看看 咱们龙家级这个布防 有多牛 明天咱们说定了 明天一早 行 妹妹 也不早了 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好嘞 那我可去休息了啊 好 你也别太晚睡啊 明天见 明天见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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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这就是咱们的自卫军 我带你来看看 看看 一 二 二 一 二 二 一 二 那边几个 还真挺好的 莫菲 你用你的军人的眼光 来看看 咱们这个自卫军 练得怎么样啊 一 二 精气神很好 你基本功业很扎实 不过就是武器装备差了一些 如果武器装备要是好一些的话 那应该是一支很有力的功 你说的太对了 这些人呢 缺的就是好的武器 还有很多人 只能用大刀和弓箭 但是话又说回来 打仗 并不单单靠的是武器 精神也很重要 国家能撑到现在 还不是因为有许多人 敢于牺牲自己的生命 唤起民众吗 是 爹说得对 爹爹决意 要为这一方百姓 为这个国家 献出自己这条老命 要是我能用自己的血 唤醒大家 让更多的人来保卫家乡 那爹爹 这个血也没有白流啊 爹 听完您这番话 您真是大义凛然 思虑长远 真有老将连泊之功 儿子是既佩服又惭愧 儿子 我怎么能比得上连泊呢 爹爹啊 就是有一口不服输的气 爹 您想过吗 这打鬼子 其实有很多方法 我们可以诈详 用这种方法来对付鬼子 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的损伤 罗飞 这可恐怕不妥啊 你做的那个事情嘛 爹爹不懂 但是 这是一支武装 如果我们有了示弱和屈服 那得让多少人失望啊 爹告诉你 打仗 最能够凝聚人心了 知道吗 爹 您的话儿子明记在心 怎么样 把书根叫过来 炸泡腾 一 好 二 一 老爷 梅姑 大少爷 二 一 好 赵队长 真是训练有方啊 怪不得我爹和我妹妹 一直在夸你 大少爷过奖了 兵练得好都是梅姑的功了 我只是他的马前卒 梅姑让我干啥 我就干啥 第一次听你打官枪 打得还挺有模有样的 行了行了 你们都是龙家级的守卫者 也不用谦虚 书根 叫大家停一下都过来 我有话跟大家说 是 好 所有队员即可了 所有队员即可了 哎 即可了 即可 快点 来 大家即可 快点 报告总指挥 所有队员集合完毕 请总指挥信话 嗯 弟兄们辛苦了 罗伯也辛苦 看到大家斗志昂扬 我打心眼里高兴 我今天呢 有一个特大的喜讯 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要告诉大家 是什么呢 那就是我龙溪城的儿子 回来了 好 他也当过兵 打过仗 从今往后呢 他就跟我们大家一起 打鬼子 帮助我们训练队伍了 好 好 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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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儿 您 来 把这碗银尔莲子汤赶紧喝了吧 来 娘 来来来 您赶紧坐 好 来 飞儿啊 你说你在外这么多年 一定受了不少苦吧 怎么把眼睛给弄坏了呢 这眼镜怎么没杜数啊 戴和不戴没什么区别吧 娘 这度数啊确实不高 主要是我现在啊 得了风沙眼 不戴眼镜呢 一招风 眼睛就流泪 四位 四位 乍乍乎乎什么呀 没看见我和我娘在聊天吗 没规矩 下去 是 飞儿啊 他刚才叫你司令 你什么时候成司令呢 娘 我不是跟您说过吗 我现在的身份是特工 我会有很多成果的 你以后听到什么西极古外的成果 千万别奇怪 飞儿啊 你这次回来 能和你爹摒弃前嫌 他心里高兴着呢 十多年前 我们也有 做得对不住你的地方 别记恨你爹啊 娘 您看我既然回来了 我这心里边早就不记恨爹了 那就好 你在外十多年了 也老大不小的了 成家了吗 还没有 我现在的这份工作 也容不得我去想 想那些什么儿女私情 只是我和你爹都老了 我们也都希望 能有个后辈 接你爹的班呢 娘 我这回回龙家籍 就是来助我爹 一笔之力的吧 是啊 你爹 他不容易 这么大一个家族 他一个人撑着 难哪 日本人 很快就要打过来了 周围呢 还有二鬼子 还有虎啸山 和阎山的土匪 弄得老百姓 是鸣不聊生 鸡犬不宁啊 这土匪可恶 日本人是更可恶 飞儿 你这次回来 就不要再走了 我跟你说个梅 你都三十好几的人了 赶紧结婚生子 我们龙家 还要靠你 延续香火呢 娘 从您进屋到现在 您就已经跟我提了 两次这个事了 娘 我觉得呀 您现在应该和爹 想想轻浮 让爹 把龙家级好多事情 交给我们这些小辈 做就行了 想想轻浮多好啊 你爹 他也这么说 他说 他要把龙家级 自卫队的兵权啊 逐步地交给你 你妹妹龙梅啊 是个女儿家 你呢 带过兵 打过仗 他把队伍交给你 放心